好就像刚刚所说的 泰玛里乡的永久屋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 由于新建仓促建物不是用钢筋混泥土来搭建 下雨天屋顶就会漏水 甚至有住户因为房屋土地下滑 房子地基接缝处是出现了裂痕 而墙壁也因此拉扯 出面裂缝 那么裂缝的宽道可以见到隔壁住户的灯光 居住环境是出现了许多问题 那么居民都期盼相关单位能够协助来改善 你看隔壁的灯光我都看得到 这是你那个房间的裂痕 对对对 民众拿起手机给县长饶清凌看看住家裂缝状况 这是位在泰玛里乡德琪里永久屋 建设至今已经近12年 由于建物不是用钢筋水泥搭建 地基也不稳固出现下滑状况 造成住户房屋与地基接缝处全是裂缝 连住家内的墙壁也因为地面拉扯 裂缝宽道可以看见隔壁住户灯光 让居民相当担忧居住安全 住进去的第一年 我们的水管就不通 后来才发现那个水管已经裂了 而且变形了 因为我们的地层会下陷 我们那时候是就是用填土方式 所以造成就是地基下陷 然后地基下陷拉扯到房屋 房屋里头也都变成就是接缝的地方都是一个大开口 墙壁都是裂痕的 另外由于德琪里永久屋户数因素 可以看到两层楼的永久屋 上下楼分别是不同家庭 楼上的住户还需要走楼梯上楼 对长辈来说相当吃力 不仅如此 只要下雨屋顶就会出现漏水 连浴室马桶周边地板也不断冒水 让住户困扰许久 隔音很差很差 板楼薄薄的 那个马桶都是会漏水 会渗水渗出来 就是一直擦 要有水就给它擦掉 很困扰 还要楼上会漏水 他们的乡德七里永久屋当时由市展会员建 让乡民能有安居之所 但历经十多年后 永久屋的居住问题开始呈现 居民期盼相关单位能协助改善 这讲解泰玛丽相报道